史上有四大军师,他们各个神机妙算,刘伯文仅能排第二,位居第一的军师至今无人能及。 那这四大军师分别是谁,他们又有多厉害,今天史先生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。 首先第一位,江子牙,作为四大军师中的榜首,他绝对是实至名归。 虽然出山时已经年迈,但做起事来却不输任何年轻人。 他用一招愿者上钩得到了周文王的赏识,以72岁的高龄出山辅佐周文王,并帮助周文王推翻了残暴的商咒王朝。 他先后辅佐了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等四代周王,既能主军事又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,武能安邦、文能治国是史上少有的人才。 在他的帮助下,周朝得以稳定发展,百姓也终于脱离苦海,得以过上安稳的生活。 周公分封后,江太公成为齐国的缔造者,齐文化的创始人。 纵观江子牙的一生,他出生寒威却从不抱怨命运, 即使条件艰苦,也始终十分刻苦地学习天文地理、军事谋略。 虽然70岁才得到赏识,可他却从未抱怨,他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轰轰烈烈。 无论是在军事、政治还是经济方面,他都有着十分卓越的贡献。 他治国有方,帮助周家子孙创建了秧江大国, 让百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享受着安逸的生活。 在军事方面,他帮助周王伐咒,在牧野大败周王,算得上是兵家鼻祖。 同时呢,他也是历史上一位全能的人物, 因为功绩太过出众,最终被后世推上了神坛。 如今在提及他时,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。 第二位,刘伯温。 作为陪着朱元璋白手起家的军师, 刘伯温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。 刘伯温的前半生也算得上是大起大落。 二十三岁的他一举考上进士, 乃何当时天下大乱,他只好在家闲居三年。 直到三年后,才被元朝政府受为江西高安县城。 做官期间呢,他勤于职守,执法严明, 决心为百姓除害,却因此得罪了不少地方乡绅。 以及想搜刮民旨民高的朝廷官员, 因此仕途并不顺利。 再加上当时元朝统治者昏庸不已, 刘伯温处处受限, 无奈之下他只好辞官回乡, 并开始了隐居生活。 当时百姓不满元朝暴政许久, 因此民间有很多起军, 其中便包括了朱元璋一脉。 而当时,朱元璋正值用人之际, 在听闻了刘伯温的事迹以后, 便向刘伯温抛出橄榄枝, 希望对方能为自己效劳。 面对朱元璋的邀请, 刘伯温又会作何反应呢? 当时他对元朝腐败昏溃十分不满, 又见朱元璋胸怀大志, 于是便选择跟随朱元璋。 公元1360年, 刘伯温根据当时天下的形式, 向朱元璋提出避免两线作战, 各个击破检测。 朱元璋听后也是十分满意, 当即就采纳了他的建议, 之后呢, 他又辅佐朱元璋集中兵力, 先后灭陈有亮、张世成等势力, 并帮助朱元璋脱离小明王韩练而自立势力, 以大名为国号来招揽天下一世的民心。 朱元璋能一统天下, 刘伯温功不可没。 朱元璋登基称帝后, 刘伯温并未隐退, 而是继续帮助朱元璋治理国家。 当时国家才成立不久, 内外都还存有很多问题, 未能早日恢复民生, 刘伯温又推行了一系列政治、 经济、文化改革措施, 让大明王朝日益兴盛。 而他的贡献, 也不仅仅在于帮助朱元璋夺得天下, 更在于他让分裂的中原大帝再次统一, 用千古第一谋士来称呼他也不为过。 第三位,张良。 张良本是战国时期韩国人, 却因为秦始皇灭韩国而对秦始皇恨之入骨, 于是便拿着自己的家产开始了反秦事业。 他散尽千金只为征求刺客行死秦王嬴政, 为韩国报仇, 并在公元前218年, 秦始皇东旬的路上与大力士一起刺杀秦始皇。 虽然刺杀并未成功, 但却没有影响张良小灭秦的心。 后来他也意识到, 小平他一己之力就灭秦, 无异于吃人说梦。 正巧, 当时天下百姓不满秦国暴政, 起义军四起, 于是张良改变策略, 决定辅佐起义军灭秦。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, 他遇见了刘邦, 两人一见如故, 且刘邦多次采纳了张良的建议, 他深受刘邦的器重和信赖, 公元前二零九年, 张寒突然暴毙, 秦王朝濒临灭亡。 项羽看准时机率军攻入咸阳, 派人斩杀宁臣赵高, 释放秦王子英, 然后分封各路诸侯王。 在此期间, 刘邦本想吸取咸阳, 但为项羽所败, 之后便被项羽所监视。 张良见状便让刘邦先稳住咸阳, 和项羽一合, 然后再从长计议。 刘邦采用了张良的建议, 并在他的帮助下, 成功解决了善战的韩信问题, 取得关中之战决定性胜利。 项羽大军来袭时, 张良也多次为刘邦出谋划策, 每一次都帮助刘邦击退项羽, 最终, 项羽在该下之战大败, 无言面对江东父老的他选择自问, 刘邦顺利登基为帝, 然后便开始诛杀功臣。 在刘邦诛杀功臣的过程中, 张良又是如何躲过一劫的? 最主要的原因是, 他知进退, 懂得韬光养晦, 哪怕帮助刘邦夺得天下, 但他所图很少, 让刘邦放下了对他的戒备之心。 同时, 他一心帮助刘邦安定天下, 建议刘邦采取宽恕政策, 好安抚各方势力, 避免血腥镇压, 这才稳住了汉书局面, 让刘邦成为了真正的大汉天子。 最后一位, 诸葛亮。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, 群雄各显神通, 刘邦于关中起兵, 与曹操孙权纷争, 之后他又占领益州迁都成都, 作为汉室宗亲, 刘邦志在复兴汉室, 奈何缺乏谋事。 正巧此时, 有人向刘邦推荐了在龙中隐居的诸葛亮, 于是呢, 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, 诸葛亮感念刘备的知语之恩, 对刘备忠心耿耿, 帮助刘备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, 紧接着又和刘备一起定定精益。 公元219年, 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对峙不下, 眼见曹操即将取得胜利, 刘备急忙派人到成都, 让诸葛亮调兵来支援。 诸葛亮收到信以后, 便立马带兵去增援刘备, 最终, 汉中之战以刘备的胜利告终, 而后, 刘备自称汉中王, 至此完全实现了诸葛亮在龙中对策中制定的跨有精益的战略目标。 刘备也因此对诸葛亮信任有加, 刘备并重之时, 将自己的儿子刘善托付给诸葛亮, 并表示, 如果刘善有安邦定国的能力, 那就让诸葛亮尽心辅佐他。 倘若刘善没有才干, 那就让诸葛亮自己当王, 这让诸葛亮感动不已, 并向刘备保证, 自己一定会尽心尽力辅佐刘善, 而诸葛亮呢, 也确实做到了。 哪怕刘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, 但他始终没有取代之心, 他事事为刘善, 为蜀国考虑, 为稳定蜀国江山, 他五次带兵北伐, 公元二三四年的八月, 诸葛亮在武藏元病逝, 临终前仍旧在为刘善考虑, 而他病逝的消息传回蜀国以后, 举国上下都悲伤不已, 纵观诸葛亮的一生, 他在蜀汉上层创造了一个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围, 蜀国官员以他为榜样, 为官节俭历届奢华, 造就了整整一个廉政时代, 他为感谢刘备的知语之恩, 一生为蜀国呕心沥血, 至此都还在担心流山, 因此备受后世敬重, 在那个动荡分裂的年代里, 诸葛亮智勇双全, 既有忠心又有智慧, 他在世时备受蜀国人民敬重, 生死后也一直受人香火, 时至今日, 诸葛丞相仍旧是中智的代表。